第一半曾做過哪件虛假的事 讓你看的直呼太噁心 說好要顧小孩圈落袍 這真的 這很常出現 這很常出現 對啊 家裡帶好快的 對啊 對 可是這很讓人生氣 因為我明明就說 我六日都不接工作 很好 對 那因為你知道就是 尤其到那種母親節的時候 就有非常多那種活動 是可能你六日都要在 然後連續好幾個星期 對 所以如果一場不接 你等於大概十場 都接不到的那一種 然後他就一直說有多少錢 然後問一問就說 老婆你真的去 真的沒有關係 反正六日時間那麼長 你只是不見兩個小時 小孩一定沒感覺 我一定在家裡 就好好顧你 你不用擔心你就去 是不是聽起來 整個就覺得說 天啊 這老公真的很俗意 雖然他是要逼我去賺錢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好像也可以發展一下 自己賺一些零用錢什麼的 所以我就還是去 我跟你講有一天 就是活動提早結束 我還馬上這樣子 手刀飛奔 趕快衝回家 結果一打開門 是我婆婆在抱喔 然後我想說 媽 怎麼不好意思 怎麼變成你在幫忙顧這樣子 然後我婆婆說 沒關係... 我現在要去忙 雞碼 雞碼什麼 對啊 他去哪裡 我跟你講後來知道 他在打壘球 壘球是不是一打就有沒有 很多局 然後怎麼樣 手機都是放在 壘球包包裡面 你根本不能隨身攜帶啊 他一回身滿 灰頭土臉的樣子 而且我發現男生 很會弄這招 都說沒問題 然後就交給媽媽或者 沒問題 對 請假只要找得好 職務代理人就好啦 你管我 我事情有做好就好啦 小比你現在就是 惡房東的概念就對了 對不對 惡房東 可是真的有這種耶 現在有這種 代理爸爸耶 對啊 那你都不要回來好了 對 代理爸爸來 帥 而且都還滿帥的 壞人要你當 因為你長得就不像 好人的樣子啊 奇怪 我長得像胖子啦 我跟你講這種 我覺得老婆最會來這一套 就是大家都有講好 大家都講好 我們就盡量不要讓小朋友 去玩這些 所謂的手遊的遊戲啊 手機啊 有一天呢 我回家那天 剛好是阿公阿嬤不在 是我老婆正好 在帶小孩子 回來講我女兒一看我這樣 爸爸 很開心 第一件是爸爸 那你下班那麼早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玩 寶插夢 我那時候覺得 你怎麼會吃到寶插夢 這個東西呢 對啊 我想這奇怪 他說我說 為什麼你會吃到這個東西 他說 這個也就算了 有一次他回來跟我說 爸爸你每次放假 你都不帶我去玩這個 為什麼這麼一大堆 然後我現在很厲害什麼 我就覺得老婆 我明明把規矩講好了 你現在還要這樣做 變成 我越想越不對 那一天回去我先想說 好吧 那大概用什麼方式 讓他把這個事情解決 我剛剛很慘了 我那天回到家 在我女兒的一個 就是她放衣服 她還把她藏起來的地方 找到一樣東西 你把她帶來 這個收集很多錢耶 三十號 超過的耶 超過的耶 這個三十號對不對 而且她好多恐怖的 一般 還有收集很多耶 還有收集很多耶 還有收集 不能掉 不能掉 都是錢 不是 不是錢 我跟你講 你弄亂了 來 你轉過來 轉過來看一下 我跟你講 這個金色的卡 這個金色的卡 真的還假的 我說為什麼 你賺四千耶 不只四千 這個絕對不能 這絕對應該一兩年 他幫你賺錢 沒有 這是在三個月之內 把他弄回來的 有啊 他那一張 小小的那一張 兩千塊 請問一下 不是三十塊而已嗎 什麼三十塊 這個不得了 這個卡要兩千塊 我跟你講 我這裡有一堆 三千塊全部帶回去 來 現在馬上 三千塊全部帶回去 這個不是 你真的 馬上 這做人要 我不要試過的啊 我出三千五 好 賣你 賣你 好 當我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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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叫我離婚 我不會騙你 你小孩還會跟你 斷絕對 對 這本小禮的 這本製作人的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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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台 你不要再來上課了 你要跳很久才有大涼飯耶 什麼跳很久 真是的 老婆 你自己跟製作人一樣 對 剛才講到 可能是夫妻之間 互相看對方的行為 覺得怪怪 我們現在來自我反省一下 有沒有你自己的過去 跟現在不一樣 我們說是當媽之後 開始會做一些 以前不會做的事 沒錯 排隊哪試吃 真的會 一定會 一定要 這一定要 跟人愛你不叫 威脅小孩 對 還有比身高 比誰的身高 比自己的還比 你有什麼好比 對啊 就比自己 比小孩的啊 比小孩的 好想要比自己都已經長成了 還要比什麼 以前那時候 我就最討厭遇到一種同學媽媽 他們就是常常會那種 你長那麼高 我女兒都快比不上你 你平常都吃什麼 你媽媽都煮什麼 就是你知道常比這一些 你應該很想問喔 很想問 對啊 你吃什麼 他長那麼高 我今天想跟他吃什麼 而且我們就最討厭 你們這種人 對啊 長那麼高 對 因為你都聽久了 你就覺得 身高要長太多 好像是錯了嗎 沒有 有這種 會有這種困擾 對啊 但是你知道矮子家族 才會再比身高 你看他們這種漏 看會誰要比身高 對啊 我們說下一代能不能高一點 像我爸爸我還記得 那時候我國中的時候 就跟我說其實 你有長超過140 已經是我們家族 很幸運的時候 天啊 我都還記得 就是已經自爆自信到 那種境界 所以就會想說 我以後在他們的面前 絕對不要提升高 這件事情 好啊 就是你會越來越緊張 因為他們已經小三小四 就是越來越多人會說 你女兒現在是小二嗎 然後我就說 沒有 他已經小四了 然後他們就這樣 就露出那個表情是說 怎麼那麼小 就是又開始要縮腳 就說有 他都有吃 他也都有乖乖睡 他也都有跳跳跳床 就是 對 就是可是 我總不能阻止別人 給他那樣子的眼光 我知道不行 所以我就也是沒辦法 因為就會開始說 那你要加油 你要睡多一點什麼的 所以我還有一次 帶他去看中醫拔麥 然後拔了麥之後 隔了兩個月喔 做很久那個藥喔 我想說是這麼難做是不是 做了兩個月藥才寄來 另外我老公不知道 我帶他去看中醫 他就看到那個中藥的時候 他整個就大震驚 就說 這是什麼 然後我才跟他重拾招來 我就說 因為那個 有一個小孩長很高的媽媽 他跟我說 他小孩當初也很矮 所以他是吃了這一鐵 長高藥 他才長到現在這麼高 他說 如果你給他吃 給我的小孩吃這個 他就說 我就說有那麼嚴重嗎 吃吃看有什麼不對 他說不能吃吃看 他就說他有聽過 裡面可能有的啦 他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所以他怕是什麼 生長激素什麼的 以後害小孩 只長內內不長高 身高什麼的 他就很擔心 所以我後來那罐藥 就被我長 你穿起來 很抵拿來吃 自己吃 你吃 他都會真的長高嗎 不要這樣 佩甄 佩甄 我覺得你最近有變高五公分喔 佩甄你吃吃看 你如果吃有效的話 我們五個都需要 我們五個 我們不需要 你真的嗎 你最需要的 你 我們五個都需要 真的嗎 真的 你要跟你的小孩講說 你看世界上的偉人真高 也沒幾個 你看拿破崙 誰想聽這個啦 我們的困擾也很大好不好 我女兒都說 媽媽 我長太高 都不可愛 對啊 可是像遇到這種愛情比較 這真的沒有辦法對不對 其實很容易跟他們做 因為我跟妳講做媽媽 真的很容易就掉入這種線 你知道嗎 有一次帶了五六個小朋友 出去吃飯 然後其中一個小朋友 就很乖 那其他人在那邊 蹦蹦蹦蹦蹦蹦蹦跳 然後我就說 那個誰誰誰 回來做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小姐姐 人家乖乖在那邊做好吃飯 你們幾個在幹什麼 回來先吃 然後他們就好 機不得了嘛 就回來吃飯 你有沒有看到人家大姐姐那麼乖 飯一碗都已經快吃完了 那麼乖妳咧 妳在幹嘛 還不吃飯 對 然後 那小朋友好 我說對 就是要吃飯 要不然妳看妳現在這樣 又瘦又小的 然後妳說 又瘦又小的奇怪 然後那小孩就 吃飯吃飯 然後我就說對 就是要多吃飯 才會跟這個小姐姐 長得一樣 又高又大這樣子 然後小姐姐聽到 就轉過來就 又高又大 我萬一我不要又高又大 我想要瘦瘦的 我不要胖胖的 妳怎麼說都錯 對 然後好 我再安慰她 我就跟她講說 沒有... 是因為妳很乖 然後別的小朋友 你看他們那幾個 就是蹦蹦跳跳 沒有乖乖吃飯 那幾個 然後結果後面 後面又一個弟弟就 阿姨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乖嗎 在那邊哭 然後這時候就別的媽媽 就跳出來了 就說 我們知道妳對小孩 都很有耐心 但是妳可不可以不要用這種 比較的方式來對小孩 然後聽完我想說 毀了這一切 我真的是 真的百口莫辯 我什麼時候 我會變成那麼討人厭 愛比較的媽媽 那是脫口而出 對 那是妳童年對於所有大人 跟妳講的回憶 對 然後當妳變成媽媽的時候 妳一時辭窮 妳就把那些台詞都講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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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講這句話 這是我小時候聽到的 對啊 對... 別忘了訂閱媽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妳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沒有訂閱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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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